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里中的水道补偿在水里 还得让鸭子想吃 这是怎么回事 走 我们去看一看 Let's go 大家看 这是水道 这是土地 它里面没有水 那它们不喝水吗 如果你这样想的 你就太脱脱了 就是它们都脱脱的喝水 来 我让我中国同学 给你们讲一讲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和以色列 合作的一个水道滴灌技术 我们可以扒开稻草看一下 这个就是滴灌灌 水就是从这个口上 这一个小孔从这一滴一滴的 然后滴到作物的灰气 作物可以精准的吸收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控制室 哦 我们去看看里面有什么 因为我们是实验田 所以说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里面都是很齐全的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水泵 这个就是电瓶器 然后从外面的水 直接通过这个加压 拨滤一下 这是流到管道里 我们这里的水源 就是来自外面的一个鱼塘 通过它供水 直接送送到我们刚才建的 那个稻田里面 好 下面我带你去看一下 咱的这个鱼塘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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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绿了吃绿了吃 牙子得吃水稻 快把它干出来 天沫不要赶牙子 这牙子是让它除草用的 其实我们需要解决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是有机动植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里面的杂草 我们不能用这些化学的除草剂 所以说就要靠牙子 把这些草给它吃掉 或者是通过鸭子在水里游动 把草根给它拔掉 然后这样就可以减少 人风葡萄的一个投入 再一个鸭子的粪垫 还可以留到土里面 作为有机肥 作为肥料 还有里面的杂草什么样 鸭子也可以把它给吃掉 因为鸭子它不吃稻毛 它不吃叶子 但是它会吃稻树 现在测算的 就是达到一个平方 就是一模第十五只 这是最合适的 小默 这个模式是我们在当地一个典型的有机生态的种种模式 这个模式实现了一个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 西安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按照欧盟的测算 我们这个农场一年可以实现额外的出炭 五十一吨 带阳化物的减材量达到霉工程 百分之四十 食物的多样性和物种 气增百分之三十 最终是在这种保护生态的前提下 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中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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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哈喽 啊 你在这里长班多久了 我在这有三年 哦 三年了 你每天都来这边是吧 对 每天就在这看着那边 哦 然后 这个环境很不错啊 对 对 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水道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可以用30%的水中水道 我一直以为我们必须要有很多水才可以中水道 这样我们可以70%的水上下来 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中国的农业一定会越来越好